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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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减少犯罪率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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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年刘博士是在放弃了国际知名建筑师事务所的优厚工作之后 毅然回国 投入了改变国人居住环境的事业的 而吸引他回国的正是政府当时提出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情 而当时倡导这一切的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建屋发展局在1985年时清理了大约30万间 简陋的棚屋 把原本居住在甘榜的民众安置到了全新的祖屋区 形成了一个个新市镇 已经年近古稀的雷迪尔老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他们全家从惹兰加油的甘榜屋 搬到了洪澳桥的四房市祖屋 说起当年确定能拿到祖屋的那一刻 雷迪尔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尽管祖屋没有什么华丽的装修 但是对于雷迪尔老先生的孩子们来说 这里的条件要比当初的甘榜好很多 用水用电都很方便 他们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新加坡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平民区的城市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政府部门最初的合理规划 和他们意志以来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态度 这些年来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祖屋区越来越绿色 越来越智能 而这也代表着我们未来市政的发展方向 智慧停车场 家用能源管理系统 建屋局将把这些高科技元素 努力辱入我国未来的新组屋区 打造更多宜居高效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市镇 不过被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支付的刘泰格博士提醒 无论族屋如何变化 市政如何发展 有一个最初的原则不应该忘记 那就是打造人民负担的起 而且质量好的公共住屋 让我们新加坡的居民永远都能 居者有其屋 好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